《寂寇》 詞曲 編曲 李宗盛 把愛的定一刻在我心中 不停的試探你有多愛我 我是否真的愛自己太多 給你的情緒總比提亮多 不肯為你放棄一點自我 為何你總是這樣的窗戶 那是因為我做的還不夠 怕失去的人越怕寂寞 想給你空間又忍不住想佔用 越是在乎的心越難掌控 想好好說的話卻言不由衷 怕失去的人越怕寂寞 可是愛真的忘記給對方自由 越是在乎的心越改溫柔 相愛的默契是在彼此的眼中 有你有我 越是在乎的心越改溫柔 怕失去的人越怕寂寞 想給你空間又忍不住想佔用 越是在乎的心越難掌控 想好好說的話卻言不由衷 怕失去的人越怕寂寞 可是愛只能忘記給對方自由 可是愛只能忘記給對方自由 越是在乎的心越改溫柔 相愛的默契是在彼此的眼中 有你有我 бог父 杜少民先生 站得还不错吧 这些照片照得都很传神是不是 没想到你这么卑鄙 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骗我汉可人 居然还照这些无聊的照片 这是什么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呢 你别撕啊 如果被别人捡去了 拼拼凑凑的 对董事长您可不是一件好事哦 上车 终于对我有善意的回应了 你别那么不甘不愿好不好 我相信我坐你的车子 还不会太让你没面子 杜少明 你是不是准备带我到海边杀人面试的 谢谢你提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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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究竟在搞什么鬼了吧 当我知道你的未婚妻 其实是别人老婆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你怎么这么恶毒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些照片有什么用呢 至少我个人就不觉得对我有什么不利的 至少我个人就不觉得对我有什么不利的 就算谢谢才行 谢谢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你知道我很爱可悠 可以说我们两个非常的相爱 可是你也知道他是有丈夫的人 我们正愁着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丈夫开口 现在有了你这些精彩的照片 不就说明一切呢 一个男人是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妻子出轨的 等他丈夫看到这些照片之后 绝对不会容忍 不容忍的结果就是离婚嘛 对不对 这么一来 我们不就好梦成真了吗 你说 我不是该谢谢你吗 这海风好棒啊 好久没有那么开心了 你也应该活动活动啊 对你那个黑心黑肺很有帮助的 多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对美容养颜也很有效果的哦 送我回去 爸 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你到底走不走啊 走啊 看在你帮了我大忙的份上 我马上送你回去 家龙 便当放书吧里啊 里面有卤蛋 还有你最爱吃的排骨 妈 我不想带便当了 怎么会不带便当呢 中饭很重要的 每天都吃卤蛋排骨 我早就吃米 家龙 来 中午吃好一点 谢谢爸 哎 家龙 雪广 我便当都做好了 为什么不让他带呢 你给他钱 万一他乱吃 或者他根本不吃 拿去打电动玩具怎么办呢 哎 等一下 你的便当 好了 我和大龙不要你费心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可不可以让我们父子 过得自在一点 是你啊 你好 好久不见啊 哎 有事吗 我可以进来吗 嗯 请进 坐啊 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贤妻良母 难怪少明 他会不顾一切的 想把你从老公手中抢走 请你不要乱说话 啊 话不是我说的 是少明说的 李小姐 如果你来只是为了说这些无聊的话 我想你现在可以走了 话不是重点 这是重点 怎么样 照得不错吧 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照片 我照的 当然有了 一片还在我家呢 你看过什么感觉 嗯 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 这些照片如果你先生看到了 会怎么样呢 赵教授在教育界 可是后会有的 不行 当然不行 很高兴知道 你也不愿意你先生看到这些照片 我希望你能够成全我跟少明 我没有资格成全你们 如果我姐夫喜欢你 他愿意娶你 那是你跟他之间的事 这当然是我们之间的事了 如果 你要让他断了念头 他的眼睛才会看得到我啊 我解读他对我根本没什么念头 我总不能自己往脸上贴金 要他对我断什么念呢 这样好了 你就劝他接纳我 那你教我 你教我怎么劝他 你告诉他 如果他不和我结婚 你要我姐夫跟你结婚 你们不是才刚认识吗 你的思想怎么这么落伍呢 我们正式相亲 又来往了这么多次 这您足够可以结婚了 我想 如果我姐夫他觉得跟你 跟你 你认为我们两个没有感情 没有关系啊 以前的人面都没见过就结婚 不也都恩恩爱过了一辈子吗 我觉得 您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 你不必替我担心 我的个性 视您为玉碎 不为瓦全 我活了这么大 第一次碰到一个我真正喜欢的男人 我是不会放弃的 赵太太 我跟你谈了这么久 相信你对我有点了解 何况 我是真的喜欢少明 所以你可以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 爱无极无 至于他的女儿小娟 我也一定会扮演好一个慈母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关心他们的话 你应该撮合我们 我 你最好答应我 否则 你手上那些照片 会先毁了赵教授 再毁了你一家 你到底是点头还是摇头呢 李小姐 这不是点头或者摇头那么简单的事 你怎么这么不会算账呢 点头事情就简单了 如果摇头 那多复杂 倒是后悔就来不及了 我去劝我姐夫 他未必会答应啊 只要你去劝他 其他的事我自己会处理 好 我也不难为你了 我走了 等等 你先别走 我不走还等什么 你不是已经表明太多不愿意帮我了吗 既然你要亲手毁了你一家 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好 好 我试试看 谢谢你这么明明 那 这些照片 就送给你做纪念 算是我对你的谢意 再次提醒你 照片小心收好 别让野生人看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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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电话 你打电话回来查起你又不在 又给你脸色看了 好 那有消息 你要告诉我 对了 如果你打电话给我 你就想三声以后挂掉 我就知道是你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 我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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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ed 如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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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要苦苦相逼呢 没办法 我对你的印象太好了 感激的事你不用担心啊 结婚以后我们可以慢慢地培养 自古以来例子多得很 你决定怎么样 我能有选择吗 当然有 说说看 一 跟我结婚 二 拒绝和我结婚 让我去毁了于可仁的婚姻 我这个人是很固执的 绝不妥协 你要想清楚 不过又是二选一 难道真的这么难决定吗 好 我决定了 一还是二 一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再说一次 好话不说第二遍 等等啊 话还没说完呢 虽然我答应你 可是我跟你约法三章 说说看 先订婚 当然要订婚了 我赞成 五年以后再结婚 五年 为什么要等那么久 或许你是新女性 想法跟我不太一样 可是我不喜欢素质婚姻 我觉得两个人在订婚三五年期间 可以互相适应 彼此观察 如果真的觉得不错的话再结婚 这样子可以厮守一辈子 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如果我不同意呢 很简单 你就去毁了于可仁的一家吧 我 我还是我 你我之间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五年就五年 只要订了婚 爸爸要三个月 他就急着要结婚了 怎么样 好 五年就五年 我答应你 谁我按一下 我感谢 我答应你 让你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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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饼 恭喜 双饼 恭喜 谢谢 双饼 恭喜 双饼 恭喜 恭喜 总算还有这一天了 谢谢大伯 双饼 来 和妈妈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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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恭喜啊 谢谢 双饼 雪果 恭喜 谢谢 恭喜找一业串 谢谢 谢谢 家喽 新娘子好漂亮 谢谢 恭喜你啊 谢谢你的帮忙 双饼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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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脸很漂亮 这脸很漂亮 有啊 是吧 再回家吧 可以 来来来 谢谢你 你用点 好 双饼 对啊 哎 我跟你讲 我帮那个小娟办转学了 比我们家运来越近 以后她上个呢 就可以跟家家一块学了 很方便 谢谢你 计划 谢谢盛督 她是我女儿 我是她爸爸 战时交友你保管 对啊 过几年我们可要接不来的 对 我不要 我才不要 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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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明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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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先走 吃完饭再走嘛 对 不了 因为有一个朋友要出国 非聚不可 哦 既然这样 就别面前学广吧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恭喜 谢谢 谢谢 可人 可心还有些衣物在家里边 你看有哪些可以用的 或者是可以做纪念的 都拿去吧 好 改天我 改天我陪可人去拿 我也也都能禁止 brush 照顾 小小焚 铃银 ты 对不起 他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拜拜 杜鹃 拜拜 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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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进行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阿姨 我来晚了 不晚了 来 坐 你约我出来 有什么事吗 阿姨 你知道吗 爸他要结婚了 他要结婚了 都这么多年了 他也应该结婚了 我还替他高兴呢 原来 你也赞成爸结婚啊 你跟他还是一国的 小军 小军 等等 小军 你怎么了 你约我出来 话没说清楚就要走了 好 对不起 阿姨 我不敢约你出来的 其实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对 你印象很坚强 很独立 如果不是什么重要 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绝对不会找我 来 我们到那儿坐坐 小军 阿姨听你的口气 好像你不希望你爸爸再结婚了 当然不喜欢了 为什么呢 难道你不希望爸爸有个人照顾他吗 我当然希望有人照顾他 可是我不喜欢那女人啊 小军 以前 以前 我也认为邱萍不适合你爸 可是现在 现在也不适合 他根本就没有适合过 他跟你爸订婚以后 也等了这么多年 可见他是真心地爱你爸 你应该为你爸高兴才对啊 不对不对 我才不相信他会喜欢我爸 我绝对不相信 你看啊 他等来等去 就是为了我爸的钱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你对邱萍的成见太深了 你爸他不是傻瓜 他不会随随便便 就娶个女人回家 爸爸他很爱你的 他也为你找一个好母亲 重新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我不稀罕 现在过得很好 何叔他很疼我 你现在过得再好 总是别人的家 何叔对你再好 他还是何叔 你应该要回家 跟你爸爸团圆 阿姨 我妈跟你 到底是不是亲姐妹啊 你怎么会这样问 因为我妈死了 我爸也要结婚 你不但不阻止 反而还高兴 这太不合情理了吧 我当然高兴啊 而且 我也没有理由阻止她 可是她对我妈不忠啊 她说爱我妈 都是假的 都是骗人的 我妈好可怜啊 她死得真冤枉 小军 我一直觉得 你很懂事 可是你今天的表现 真的让我太吃惊了 你爸爸当然是矮妈 可是你要想 你妈妈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 直到现在 爸不管死了几年 我觉得我爸都不该跟别人结婚 他跟别人结婚 就是对不起我妈 我绝不赞成他再结婚 难道说 你希望你爸爸孤孤单单 到老到死 没有人作伴 没有人照顾 谁说他没人办的 谁说他孤单 他没人照顾啊 他有我啊 我是他女儿啊 不是吗 你 你还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来 这么多年了 你爸一直希望把你接回家 一次又一次的 你就是不肯 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不回家 为什么你不肯回家呢 为什么 你说话 因为 因为什么 我妈死了之后 我越看越觉得 他不是我爸爸 什么 你胡说 这种话 你居然说得出来 你爸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会很伤心 你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爸也说过我不是他女儿 我 我也很伤心啊 不过 我已经长大了 对于他是不是我爸爸 我是不是他女儿 我一点都不在乎 也没什么感觉了 怎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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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怎么了 小军 你是已经长大了 很多的想法 应该更成熟 对不对 你爸他真的是很寂寞 虽然他每天为了他的工作忙碌 可是 他也需要一个妻子为他持家 陪伴他照顾他 你应该鼓励他 而不是反对 这些道理我也懂啊 可是 别再说可是了 凡事给你爸留一点点空间 一点点余地 只要是你爸爸他觉得幸福的 你就不要再反对了 好吗 你爸他真的很在意你的想法和感受 好 别再为难他了 乖 这才对我 人说 敢善下我一些 我可以不管爸娶谁 不过 我是不会搬回去跟他住的 你说 你不回去住 那么 你是要永远住在和书家了 对啊 我不想离开和书家 永远不离开 永远不离开 阿姨 你不要再帮我爸劝我回去了 请你看看妈的份上 站我这边好不好 好了阿姨 我要回家了 嗯 真的是后从口出 多年前 一句他不是你亲骨肉的玩笑话 杀伤力这么大 小娟对少民的恨意到现在还没有消 都是我的罪过 是我害的 是我害的 是我的罪过 都是我的罪过 阿姨 你自己要保重 除了和书之外 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 你也能要 保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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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明天还是少 我退出今晚 乱走 這話卻言不由衷 喂 又會不會騎車 別罵 別罵了 是我 蕭龍 哪進來的車 爸 姐 妳太小看我了吧 這是我自己的車 怎麼樣 不必了吧 你自己的 當然是我趙蕭龍的車子了 你未滿十八歲 阿姨怎麼可能讓你滿車 這我老媽 她當然有一百個理由來反對了 不過我老爸她投贊成票 我老媽她就沒話說了 我老爸 走吧 上車吧 送你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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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後騎慢一點行不行啊 這一點速度就嚇到你了 你沒有看到我跟我那夥朋友去飆車的時候 這人跟車就像飛彈一樣 秀一車 就幾十公里 哇靠 爽彎 別讓你媽擔心好不好 我剛才看見阿姨 她瘦好多 沒辦法 不吃不睡的 不是到教堂禱告啊 就是去算命 最近還在研究什麼紫薇斗樹 還有什麼風水 在 哎呀總之啊 最近變得好奇怪 我爸也不給她錢了 為什麼 怕她迷信過頭 會亂花錢嘛 阿姨好可憐啊 哎呀不管怎麼樣 你要好好孝順阿姨 多陪陪她嘛 我也覺得她很可憐啊 只是我爸她 她怎麼樣 我爸她雖然沒有明說啦 可是我感覺得到 她不喜歡我接近我媽 什麼 你爸不讓你接近阿姨 好奇怪啊 可是你爸不要你接近 你就聽他的啊 哎 沒辦法啊 誰叫她是我的財神爺啊 她是土地公啊有求必應欸 得罪她啊 對我沒好處 我警告你啊 你回去要好好笑死你媽 不然的話 什麼樣 怎麼樣 小心有人把你媽搶走 誰搶我媽 笑死人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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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了 奶奶 奶奶 奶奶快去忙啊 奶奶 奶奶 我回來了 菜就快好了 嗯 嗯 奶奶 嗯 好香耶 好香啊 奶奶擦了香水啊 因為你回來了 想讓你多親親 哦 這麼說 我可要多親幾下咯 哦 好了好了好了 你要再親啊 奶奶的老人班都親出來了 哎 奶奶 嗯 怎麼你們在做飯 和嬸呢 和嬸陪著你平宜 去試試結婚禮服 哎呀 好了啦 去把衣服換了 然後洗洗手 我們就要吃飯了 好快去 不要啦 你去休息 奶奶坐吧 哎呀 奶奶坐啊 你去把衣服換了 手洗了 哎呀 不可以讓奶奶太累嘛 也只有一個表現的機會嘛 最多難吃一點了哦 嗯 難吃我可不吃哦 啊 乖嘛 好了奶奶坐 奶奶坐你乖嘛 哎 你再不聽話 小娟又要輕鬧 嗯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好好好 我讓你坐我讓你坐 讓奶奶去休息 你給我好好表現表現 是 奶奶 佳佳回來了沒有啊 人是沒回來 電話倒是打回來了 她說跟同學看電影 不回來吃飯了 這個佳佳呀就是她玩 奶奶 其實佳佳很少看什麼電影啊 比起我那些同學啊 佳佳真是太乖太好了哦 好了好了 米娅是永遠護著她 盡幫她說好話 這些迷惱 如果明天還是少 我退出今晚 怕失去的人 越怕寂寞 想給你空前 又忍不住想佔佑 永遠是在乎的心 越難掌口 想好 還在乎啊 太好了 小雪 你真的長大了 沒有啊 我沒有長大 還說沒有長大 你看看你為什麼 變個傻家都變個小美女啊 沒有沒有啊 因為如果我長大 你就會變老了啊 可是 你還是那麼年輕啊 那你認為佳叔該多老 頭髮都翻白了 齒牙動搖 彎腰駝背 走路還得拿個拐杖 佳叔今天不過才四十歲 沒有啦 我只是覺得 你一直都是這樣 一直都沒有變 其實 就算你是很老很老 我也可以扶你 照顧你啊 話不要說那麼的滿 等將來你長大有一天啊 交男朋友什麼都忘記了 怎麼了小玩家婆 我不要交男朋友 也不要結婚 為什麼 結婚太可怕了 像我爸 我媽 他們不該結婚了 更不該 更不該生下我 我要去做功課了 我以後 我沒幹 regret 嘗嘗 你很容易 讓你去不要 怎麼學我 的事 你看 你這就是 很會 有堂的事 我好 因為你 我沒有一天 你哪個 那張 可以 那他居然 现在当然很好 可是不能保证永远啊 你现在还小 但那将有一天呢 遇到一个 我什么都不会遇到 而且我也不小了 可是我 请你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子看待 好不好 好好好 我们不谈这个换个话题 对了你今天为你阿姨 阿姨最近好不好 不好 不好 阿姨感觉好憔悴 好瘦弱 听佳蓉说 姨父不但不理他 还不许佳蓉接近他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你姨父科技帅怪怪的 怎么不直接做出这种事情啊 他有备偿情啊 真的真的 你要是亲眼看见他 你就会相信了 这样还说 阿姨常去教堂祷告 可是又常去算命什么的 阿姨真的好可怜 好寂寞 和叔 你帮忙阿姨嘛 这恐怕很难 你知道吗 你依仗这个人跟你爸跟我都是老朋友 可是他的个性很内向 又有点孤僻 对事情的处理方法主观又很重 他想怎么做 别人很难改变他的决定的 看样子 是没有人可以帮得了阿姨了 你看吧 我说没有错吧 结婚不会有好结果的 小娟啊 以你这个年龄呢 把速度好是最重要的 多充实自己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 什么都不要想 也就像他长大了 思想成熟了 相同的事情 有不同的看法 说不定啊 不管我多大 不管什么事都大改变 我只要跟和叔在一起就好了 说得那么好听 等将来万一一天真的有男朋友 和叔想拉都拿不回来 不会不会 我不会离开你的 也不会离开舅家 和叔 和婶还没有回来 我给你放洗澡水啊 哎哎哎 不要不要不要 和叔自己放就好了 好 那我学着照顾你嘛 还有 我再给奶奶泡杯牛奶 然后晚上睡得舒服一点 乖 嗯 你 就是个可怜的孩子 又懂事又乖巧 真的人心疼 回味 不能只是期待对方 当一个人相付的情愿 受的勇敢 又怎能背负太多遗憾 怎么能计算给过的情感 一辈子都在奢望不长 把伤了的心推了再想 这些迷惘 如果明天还是伤 我退出今晚 当对于错都算真心一场 爱不能只是期待对方 当一个人相复的情愿 受的勇敢 又怎能背负太多遗憾 怎么能击算给过的情感 一辈子都在奢望无常 把伤了的心退了再想 这些迷惘 如果明天还是伤 我退出今晚 把伤了的心退了再想 这些迷惘 如果明天还是伤 我退出今晚 伤致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